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牛轉乾坤 我是投資朋友大福星徐肇星 今天來到禮拜五 這一週過的速度很快喔 但這一週並不是那麼簡單喔 為什麼 因為上一週來講選舉嘛 禮拜一的部分 看大盤的部分 好看K線圖 禮拜一來講 指數的部分直接開低 選舉失敗嘛 開低這場走高 所以禮拜一來講 是最恐慌的時間點 但事過境遷回過頭來看 來到禮拜五 你會發現到指數的位置來講 又來到相對的高點 在週線的角度而言 你會發現到 本週只有上漲19點 但是啊 你知道這個19點 徐老師到底創造出多少財富嗎 你知道本週只有上漲19點 創造出多少跟漲停板嗎 當然啦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你放寬心 好好的出去玩 聽說假日的天氣會不錯 好好帶家裡的人出去玩 閒暇之餘好好去想想看 到底未來到底該怎麼做 尤其啊 時序進入到12月份的中旬了 馬上要做一個年底作帳的一個行情 等到明年的時候 也有1月份的圓月行情 一整個第一季都還會不錯 那到底該怎麼樣賺這個錢 為什麼選錢的時候賺不到錢 選後還是一樣那麼難做 到底該如何因應 假日的時候好好想一想想清楚 那如果真的不會做的話 多看幾個老師的節目 多看幾個 我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寬 你可以多看幾個 多去比較看看 甚至於徐老師的節目 你不只是看這幾集 這今天這一集 之外呢 你去上網 上網網站上 不會上網的 請小朋友幫你上一下網 去調之前的節目帶 慢慢的看看個幾天 到底我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驗證 到底實際上的績效到底是如何 全部評估過之後 我要跟你講 要加緊腳步了 12月份就是拼行情 你要趕快 速度會很快 一直延續到明年都會是個大行情 我講的是大行情 回過頭來看 今天週末了 到底下一週要如何因應 我每一次每次會跟你提早預告 今天12月5號 禮拜五 直接預告 下一週的行情很簡單 面臨密集套牢區 在指數上來講 因為現在在這個地方了嘛 下一週的往上攻 會攻過一個下降壓力線 會碰到下降壓力線 然後呢 會面臨到很多天的密集套牢區 也就是說指數上面來講的話 開始要密集震盪 在個股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12月5號了嘛 禮拜六禮拜天 不然下個禮拜 一直到10號以前 就是禮拜三之前 要公佈 11月份的一個營收 所以預計上半週 下週的上半週 個股的部分 很多個股會出現震盪整理的動作 但是下半週來講的話 下週的下半週 持續作帳 持續要拉高 很清楚嘛 所以指數來講 也許往上漲會面臨到一些壓壓力區 但個股的部分 就像今天 就像本週一樣 表股會一大堆 表股真的會一大堆 那你手上個股的部分 到底該如何處理 尤其近期 很多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問 我很喜歡跟觀眾和投資朋友聊天 因為我要從中知道 你們到底在想什麼 哪些有碰到哪些的問題 那當然有些個股來講 我並沒有啦 但是我義無反顧的 正在第一線上 先幫你處理掉你的問題 譬如說 TPK 12月3號禮拜三的時候 我明確地跟你講 你當天是漲停板的嘛 我說你衝高你記得賣一趟 包含到昨天的時候 我也同步這樣子講 因為之前的套牢賣壓去這個地方 它不容易一次越過去 好 回過頭來看 今天TPK怎麼樣 壓回了 那壓回的時候 進行一個亮縮 壓回正常整理 到底哪個地方可以買 拉高又在哪個地方要出 你自己要留意啊 你自己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畢竟它並不是在相對低點嘛 它從147塊來到221 然後再回過去 對到左邊那個地方來 現行圖對到之前的套牢賣壓去 你自己去看 前一波的跳功勸我那個地方 點到它就往下壓 壓回的時候 適度的 正常整理之後 要攻它才會再攻 所以股票的部分 它其實有脈絡可循 但是你要跟上來 沒有這麼難 好除了TPK之外 很多人來問宏達店 12月3號的時候 我明確地跟你講 衝高你記得要賣一趟 衝高你記得要賣一趟 為什麼 因為之前套牢賣下去這個地方 畫給你看 底部打得是很紮實的 12月3號也是來一根掌停板 結果咧 今天出現什麼樣的畫面 往上拉 往上拉 但今天往上拉的前提 你昨天的震盪整理有沒有被洗出去 今天持續往上攻 但是尾盤那時候留個上癮線 為什麼會留上癮線 我之前就跟你講過了 因為他現階段第一個碰到面臨的 他老闆壓去三個地方 這一根嘛 這一根黑K嘛 他都還沒有過啊 好 還有誰 先處理你的問題 上癮的部分 我直接畫給你看 很明確跟你講囉 壓回 會再怎麼樣 會再往上衝 未來就做驗證的動作 需要是 你憑什麼畫線給個股走 你到底 之前來講 到底做得如何 其實我的股票來講 就是那幾檔啦 在節目上來講 也都是一直在講 我也不要再贅述了 直接給你看 這個是傳真島的部分 12月4號的 傳真島的部分 總共就是四檔個股 我在節目上也都有講了 基亞 內容 三天三天漲停 恭喜又大賺 志勤 兩天兩根漲停 昨天來講 盤中又接近4% 世新 四根漲停之後 於高點震盪整理 今天往上衝 茂林的部分 股價從多少錢 來到多少錢 好 你自己去看 就講完啦 股票的部分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但是也沒這麼容易啦 當然你看我在節目上這樣講 感覺怎麼那麼快 就可以帶過去了 但是中間來講 第一根漲停衝過去 到底要不要先賣一半 再一根 再一根 到底如何做 壓回的時候到底怎麼賣 它是經過很多很多的內心上的煎熬 於是啦 你看一下我的測標的部分 我跟你講 每一檔個股它都會往上攻 每一檔 不然我請教你 哪一檔個股它只有跌的不會漲 每一檔它都會往上漲 只是在於什麼時候漲而已嘛 什麼時候漲 什麼時候要漲 什麼時候要漲 但它背後的故事寫好之後 它就會往上攻 於是啊 我該講的都先講了嘛 你的問題我都先幫你解決啦 接下來我跟妳講故事 我準備好的資料也都準備好了 該給你的我都全部都放好了 那待會怕忘記 接下來的時間 我要開始好好的跟你講故事了 週末假日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聽一聽故事也好 從故事當中呢 你去想想看 你會不會碰到這樣的毛病 如果是會的話 現在已經幾乎到年底了嘛 12月了 如果你剛好有這些毛病的人 把它改正 改正完之後 手上有資金的 你下一次就會做得更好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不是每天跟你講掌停板多厲害的人啊 回過頭來看 跟你講一點故事 你看這一檔個股啊 它叫做玉金光 當時在11月13號的時候 我把日期全部都壓這個地方 需要是做節目 每一檔個股 我都會把日期壓這個地方 因為未來要做驗證 當時玉金光是從77塊錢 漲到了94.4 然後呢底部打得很扎實 頸線位置區出量 來一根掌停板 來到94.4 已經漲了22%了 好 回過頭來看 我要跟你講什麼股票 我要跟你講什麼樣的故事 你自己去看喔 我把游標稍微移一下 當然今天玉金光打到跌停板 大家都知道了嘛 但是我要跟你講 你會有可能 將來會碰到什麼樣的錯誤 也許你沒有玉金光 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去對 當時來到了11月13號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跟你提到玉金光 因為 我說過了 我很喜歡跟投資朋友聊天 當時有個投資朋友打電話進來 徐老師 我手上 有玉金光的空單 我說你為什麼要空玉金光呢 他說基本面很差 喔他有學技術分析很棒喔 我有學技術分析很棒 我說很好啊 他說徐老師 因為玉金光他基本面很差 他又來到前波的套牢邁壓區 出現跳空缺口 他認為是壓力區 結果他就放空 好 後面K線圖來講當然是事後論的 事後看的當然是在網上被嘎到了嘛 但當時來講喔 他這樣子講有沒有對 對啊 前波的套牢邁壓區 一個跳空缺口嘛 基本面很差都是負的啊 他地方空對不對 嚴格講起來是對的 他也跟我講徐老師 我比照大盤啊 你去看喔 11月13號的時候 當時玉金光已經漲了22%了 他說徐老師我跟你比照大盤 大盤那部分來講 又在回檔修正耶 沒有理由玉金光他應該要往上漲 於是11月13號他放空 來到了11月18號 大盤破滴的過程 他再度加空 結果沒有想到 從這一天開始 沿路都被嘎上去 沿路就被嘎上去 我這朋友 我是要跟您報告的是說 指數的部分 未來也許會往上 會這個地方會震盪 但是你不要亂空個股 你會被嘎到 我舉例說明 11月13號的時候 我跟你講 因為那個人他提出來很簡單的道理 他說基本面很差 我說他基本面很差 他還是要往上攻 都畫給他看了 我都畫給他看了 他當時不相信啦 徐老師 我真的很難相信你 我說那沒有關係 你慢慢看去驗證下去 但是當你在驗證的同時 有沒有發現到 你已經虧損了 所以我說有的時候 你看節目可以看 但是不要亂看 我講的任何一句話都是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 也許你電話掛下去的那一剎那 你已經離財富越來越遙遠了 有沒有發現到 11月13號的時候 當時他放空 我說你要小心啊 11月14號的時候 是不是開始往上拉了 當你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 他開始變得飆股了 11月17號又來一根漲停 變三根漲停 再度衝高 他幾乎沒有時間 讓你做回補的動作 有沒有發現到 你再去比照大盤 大盤根本就沒有漲到 他就是持續往上嘎 嘎到你天昏地暗的 嘎到你天昏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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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望上公 一直來到11月25號的時候 已經連四根漲停板 震盪洗盤又接近一根漲停 來到11月25號 當時最高衝到116 收盤在115.5 我說啊 我一個字都沒有改對不對 你自己回去掉重播帶 我說還有10,245張的空單 我說啊 你要小心補到最高頂 我當時跟你提醒 結果呢 26號再往上衝 27號再往上衝 28號壓回 小幅的壓回你捨不得補 又還是空單 12月1號再來給你噴出去了 再來一根噴出去了 這一根來講的話 幾乎是致命性的噴漲 我說你不要補到最高點 12月2號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也公開跟你講了 我說平盤以上要賣很好賣 下一波你要跟緊 一檔個股 它要多也可以做多 要空也是可以做空 是在於說你拿捏的時間點 到底準不準確 12月2號的時候 我晚上6點鐘的節目 你有看我節目的人 我有沒有跟你講 是不是高檔出量死亡交叉 所以回想過來 真的很多人補到最高點 底部的時候 沿路空沿路空沿路空 來到最後 六根漲停盤 受不了了 今天這一根跌停盤 是不是應該要避開來了 今天這一根跌停盤 是不是應該要避開來 尾盤也是相對低耶 你看尾盤 有沒有好可惜 尤盐在耳 利利在目 你就會發現到 最高點129.5的時候 我真的不希望是你補的啦 補了612張 從129.5來到今天的低點113 價差就16塊錢了 再回過頭來看 你就會發現到 什麼樣的個股 才有辦法讓你獲利 就是這四檔 就是這四檔 你跟著老師有沒有辦法把這四檔拿出來 還是一大堆個股 這每一檔個股 我在節目上都公開的跟你預告過了 我說過了 一個禮拜的時間 差距會越來越大 好 郁靜光的故事講完之後 接下來跟你分享一個老伯伯的故事 這個老伯伯是我進投資界 就是投顧生涯 第一個碰到的一個客戶 沒有成交 他不是我的客戶 他是我的觀眾 那沒有成交的情況下 為什麼會沒有成交呢 因為他是老伯伯 退休的資金 很辛苦 留下來存下來的退休基金 他說 到底現在要佈局什麼樣的股票 我說老伯伯啊 你做股票做多久了 好久了 當中沒有賺到錢 那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退休基金 我說那你也不要亂做啦 你真的也不要亂做 這個錢也輸不得 輸不起 你與其輸不起的話 你就把它放到台積電身上 於是啊 在前幾天的時候他打電話過來 欸 徐老師我放到台積電身上 欸真的賺了很多 故事 當時來講 欸真的我一看啊 嚇一跳 台積電真的在創歷史新高 而且還原全職之後 所有人都開始賺到錢了 於是 我就把老伯伯的概念拿過來 既然老伯伯投資台積電 都可以賺得到錢的話 那其他的小型標股 是不是可以賺更多 於是 我在節目上也公開跟你講 我說11月19號 台積電16奈米市場 七大客戶按讚 於是啊 我要去尋找 跟台積電有相關特性的個股 當時我是遮起來的 我說過了 把電話給波通 11月19號的時候 把電話給波通 三角形收斂 我帶著你做 他叫只要有心 贏家全拿 是不是是心 他叫做贏家有心 只要有心贏家全拿 是不是是心 結果啊 果不其然 從11月19號的時候 11月20號就先來一根漲停 先來一根漲停的時候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趕快分享我的喜悅 我說未來會有幾根 你就是準時收看 先來一根了對不對 積極的人早就參與了 那沒有這麼積極的人沒有關係 你就是看我的節目也一樣 你都會有機會可以賺得到錢 就開始沿路的望上宮囉 震盪整理 我說12月4號 台積電供應商大會 你不要害怕 十股續爆 是不是又一根漲停了 每一天每一天 它都是一個轉折 也是另外一次的開始 你有可能在中間來講話 你就被洗出去了 你就有被洗出去了 被洗出去的時候 漲停就不關你的事情 再漲停又不關你的事情了 沒有錯嘛 那當然啦 有些人偷插花的人 我說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被洗到111.5啊 節目上我也公開跟你預告了 一定有人被洗出去 直接講 果不其然 禮拜我直接衝高了 又來一根漲停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這一類型的個股來講 就是一直望上宮 一直望上宮 一直不斷的望上宮 來到昨天壓回量說 今天又持股續爆 又再望上宮 所以藉由老杯杯的故事案例 你就會發現到 哇 長期投資也可以賺到錢 短線也有辦法 短線上面的獲利 但是你要跟對人 你要買對十幾點 要跟得到對的人 於是啦 徐老師這些股票來講 我知道啊 都是你選前佈局的啊 那選後佈局到底佈局什麼 你選後到底佈局什麼 我選後來講的話 是不是我把日齊亞這個地方 是不是選舉之前 的最後一個 七號二十八號 就上個禮拜的事情嘛 我說選後就要公開操作 準備複製玉金光 茂連已經試行的模式 茂連的故事我沒有時間講啦 好不好 以後有時間再講 準備要複製玉金光 茂連的模式 當時我就跟你講 這個股票來講 這個線型圖很差 很多人 會停損在最低點 我當時也是遮起來 我請你打電話進來 我說這一檔個股很多人套勞 你不要停損在最低點 你不要再賣了 有沒有說 我說指標黃金交叉了 好 九禮拜一咧 是不是打下來 我直接把它練印下來 我說現金增資價這個地方 破與不破都是要買就對了 十二月三號就拉一根漲停了 花一塊錢就有了 你真的不賺真的很可惜 結果呢 震盪整理 今天再望上攻 再看一次喔 相對低點的時候 也就是上個禮拜的時候 沒有人要的時候 很多人要等到錦心位置去再買 我說不用嘛 低點幹嘛不買咧 壓回 漲停 壓回 衝高 喊啪啪啪啪 你自己去看 還在相對低點喔 但是我把線形圖放大 這是禮拜五的K線 禮拜四禮拜三禮拜二禮拜一 禮拜一 本波最低點 從101.5 來到今天的高點118 一個禮拜 是不是差距越來越大了 是不是差距越來越大了 所以我說過了 很多很多的時間點 你一定要耐心 要跟對人 要跟上腳步來 時間關係 我要進一段廣告了 股票的部分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你先把電話給撥通 我待會再好好的跟你說明 進一段廣告 待會見 目非是情書 在下不需要 請別再來啦 是的 我知道 未記錄 並將停止利用你的個資行銷 接到銀行電話行銷時 表明您的意思 就是維護您的權益 若不願意接受行銷 應明確拒絕並告知 你是否有充分的了解 若接受行銷 應充分了解商品內容 交易成立 需要簽約 電話行銷重誠信 明確回覆 免煩惱 我們堅持專業 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頭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頭顧 020225428999 02542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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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疼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爸爸 兒牌氣密窗 專利付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兒牌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股 也是 才有 嘴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鐘 歡迎再回到現場 股票的部分來講不難 但是你要知道它到底為什麼會漲 以及什麼時候做介入點的動作 為什麼這樣一路走來來講的話 可以創造出這麼多根的漲停板 而且時間沒有很長 你會發現到浴晶光的部分一脈就往下跌 但之前在相對低點的時候 11月13號的時候跟你講 你為什麼不做動作呢 結果你就錯過了漲停漲停漲停 震盪整理漲停震盪整理 又創新高 又開始在旺上工 結果你買在最高點 或是你空單補到最高點 今天又打下來了 情何以堪 茂林的部分也是一樣 11月18號那個地方 相對低點在98塊錢 一路走高來到118 今天茂林沒有漲 我說沒有關係 包含它公布的11月份 營收也不好 我說更好 下個禮拜來講 有壓回是不是又可以低階了 包含世新也是一樣 三角形收斂的時候 請你打電話進來拿 你不拿 錯過了一根漲停 衝高壓回又一根漲停 又衝高壓回又一根漲停 每一檔個股都是公開的操作 選舉選後之後呢 12月1號的美率 從101.5來到118 選舉完之後呢 的稚勤 從12月2號突破下降壓力線 這一根先來一根 再來一根又衝4% 壓回今天持續往上衝 股票的部分 會有很多嗎 還是說我每天準備一大堆個股 然後叫你來電索取 然後你自己去設飛鏢 哪一次是這樣子 我哪一次不是一檔接著一檔 一檔一檔的推 記得啊 NBA生技指數已經狂漲48% 沒有理由台股的部分就大跌37% 所以我跟你講 GR的部分你自己要好好的留意 是不是兩根漲停 三根 口訊也給你看過了 今天拉高出一半 為什麼要出 指標翻率 指標死亡交叉 賣掉一半之後 下週有壓回就跟上來 我直接帶你買 我講囉 三根漲停板之後衝高 今天衝高 先賣一趟 下個禮拜有壓回 我再帶你買 就這麼簡單 好 事情 跟MerryMaker做比較 沒有理由 之前還在相對低點嘛 所以突破下降壓力線 我買一樣送給你 所以拉漲停 買的時候是不是給你看 是不是一樣拉漲停 就是趕進度就對了 就是要趕進度 所以是不是說壓回 持股續爆 今天是不是再往上衝 看起來很簡單 你自己做看看 所以我說過了 股市要有人靠 漲的時候就趁勝追擊 跌的時候要有諮詢的人 從美股看回來台股就會有方向 美股的部分 這一檔個股大漲了2.6% 大漲了2.6% 跟台股到底跟誰有關 故事會很大 你先把資料拿回去 我下週慢慢講 就是這一檔 三天喔 我連寫了三天 下週等著他飆 中小型的個股來講 中低價的個股就是這一檔 股性非常的活潑 股性非常的活潑 大戶的防守點在一個地方 每一次都出量區 都在一個地方 把電話給撥通 一高一低 下週直接帶你佈局 打電話進來 先讓你免費佈局 祝各位投資朋友 操盤順利 下週一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切之各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公司 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 投資風險 我買的是 祝妳得看到 藝人在入quis 那裡是啊 我請預音假 你也要怎麼樣 慈 occurrence 不是啦 難時候我也可以釮請 預音假和妳預音今天 武本和我內人打算 可以心情生活潰補助 搭配啦 公神會可能心情生活潰補助喔 老闆老年年金每个月都在领 花出载 你基本工资也调生 下次我去别家做 明年我就加薪了 安心生活也能引起我 我们坚持尊严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投顾 02-2542-8999 2542-8999 我们坚持尊严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投顾 02-2542-8999 2542-8999 我期盼能给孩子安定的未来 我想给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障自己的生活 舍死吗 赶紧 我们下扎根 我们下扎的 打赏 启 感谢观看